民安现场就在台北市市林闹区 拉开公寓大门 穿黄色上衣的年轻男子 背着后背包 若无情事离开女友的租屋处 却在两个小时后 在山峡老家被台上担架 由家属陪同到医院就医 他还亲口承认自己杀害了女友 大批警力守在公寓前 见识人员在二楼拍照搜证 遇害的是24岁女子 是马来西亚籍大四学生 警方和房东破门而入 她已经捣握在床上明显身亡 在她脖子上还发现明显瘀伤痕迹 而女子上个月才刚分手的前男友 事发前一天还有关心她 也觉得她情绪低落怪怪的 没想到却发生意外 这是下午 今天下午 不连就没回了 对就是吃美回了 然后我刚才就觉得怪怪的就 想说过来看一下 就没想到真的就是出事了这样 10月初还有过来这边陪她 对那知道她压力很大 对因为毕竟国外来台湾读书的 原来30岁男友 13日上午到女友的租屋处 两人疑似发生争执冲突后 嫌犯中午逃回三峡老家 说身体不舒服 家属通报一一者 过程中她突然坦诚杀人了 警方问杀谁 她说杀了女友才让这起命案曝光 这处公寓二楼总共隔成五个房间 死者住在其中一间亚房 室友说前一天还有说过话 男友却突然痛下杀手 经济级送医 那向警方公称民宅内 那杀死了其中一位菜姓女性友人 只是在两年前台南才发生 马国女大生遇害 不幸密上台湾 如今又有第二位马来西亚女大生 来台求学遭杀害 成为两年内第二名遇害的大马籍女大生 TVBS新闻添加庆礼节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